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嗨 各位 早安啊 今天是11月25号 早上的6点40分 在我身後的呢,就是要攀登泰魯閣國家公園追入古道的售票口 你要在一個月前,或者更之前 反正你只要預約到這個,一定要列印下來哦 你有預約到之後,一定要列印這張紙 然後準備兩百塊,準備你的身份證件 他會河背 之後呢 就是要 從這個門進去 這是追入古道 我還比 售票員還要找到啊 在我後面就是燕子口 追入古道,就是去年我來的時候,我沒有辦法進去的 這就是追入吊橋 往上爬 沒有走過 現在的天氣目前是OK的 沒有什麼雲啊 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啊 這後面就是利物溪 也就是塔赤基里溪 上面這個橋呢 就是三月吊橋 去年的時候我有來走過 如果沒有看過我三月吊橋的影片啊 要記得去看一下哦 這個就是追入古道的大門啊 然後從這邊下去 然後我的摩托車就停在那邊 然後我的摩托車就停在那邊 跟著我的腳步 我帶你們去追入古道走一走吧 Let's g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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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 追陸古道啊 這個呢 就是 追陸古道的證據啊 有駁砍 駁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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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的 斜坡啊 斜坡是這樣平緩上去的 斜坡 不會像剛剛那樣 抖身啊 這裡 我已經拿到追陸 股票的門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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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一圈啊 啊 這就是巴達岡住在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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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 7.40 這是現在的 這是以前的巴達岡住在所 所以門一上來呢 門一上來 路一上來就有這間的房子 巴達岡部落 巴達岡是太魯閣主的老部落 也是日治時期以來進入追陸古道的重要聚落 環顧四周 不難發現還有當時的門柱、建築、基地等遺跡啊 日治時期 這裡曾設有警察住在所、教育所、交易所 單副部落住民的治理、教化與產業工作 此外還有警守宿舍、外地警守宿舍、倉庫、遼陽所等 由於巴達岡正好位於太魯閣峽口至塔多比間的半城 早年有三月吊橋跨過利物溪到部落灣 無論是往西到塔比多或向東到峽口 巴達岡都是重要的停留或投宿的地點啊 1930年 代染聖風氣逐漸盛行 為了旅人住宿的需求 1934年還興建 宿伯所可供20人住宿 從錯落在部落上的歷史遺跡 不難解釋早年巴達岡人群匯聚的盛況 這就是以前的老相片啊 巴達岡啊 三月吊橋啊 三月吊橋 說到追陸大斷崖呢 追陸古道 百年前的戰役啊 追陸古道 高璇在追陸斷崖啊 從古道上 鳥看太魯閣峽谷令人震撼啊 然而 為了修建這條驚險的山徑 原因是屬於百年前的一場戰役 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佐久兼佐馬泰 於1910年提出五年禮番計劃 其中 便計劃以軍事行動討伐太魯閣族人 經緻密的勘查與計劃後 1914年5月底 動員軍隊與警察 以強勢的武力 從東西兩端夾擊 東端有警察部隊 塑立霧溪仰宮 西端則兵分多路 派出陸軍步兵聯隊 分別從 霧社翻越齊來南峰 進入木瓜溪流域 另一批則在 和歡山集結後 分別從 畢露山、屏風山、 和歡山齊來北 沿著立霧溪 輔工 軍隊率先攻克立霧溪中有的 托伯闊 一路攻陷各部落 於6月底 就和警察部隊在部落灣附近會師 8月中 戰事宣告結束 泰魯閣族人被迫開始接受日本統治 戰役結束後 花蓮港廳隨即著手修建 從新城到塔比多的 新城內泰魯閣道路 集中橫越追路斷崖的路段 即是今日的追路古道 這個都有相片啊 這邊有一個水井 以前這邊有學校 俱樂部 宿舍 住在所 醫院 追路 大段崖就是 走這個 三角追山啊 這就是三角追山 為什麼叫追路 大段崖呢 因為剛好是在 三角追山的中間啊 所以八達崗呢 這邊非常重要 每天 都跟 三角追山 遠遠相望啊 下面都是 平台 總共四層 這裡應該是第四層 這裡應該是第四層 嗯 這裡有一個日本時代留下的水井 這裡有一個日本時代留下的水井 所以那邊要幹嘛 那邊要做廁所 喔廁所喔 我們可以上的廁所喔 對 加油加油加油 在我身後 在我身後就是 巴達崗 巴達崗 住在所 就在我後面 景色依舊 人是伊菲亞 剩下這兩根柱子 如果要去追路段來的話 一定會經過這裡 這也是必經之路 從追路吊橋走上來 這裡也是必經之路 這邊剛好是中間 可以這邊休息一下之後 再繼續往上走 今天是11月25號 早上的起點整 準時從追路吊橋走上來 這個就是新的山岳吊橋 去年的時候我有來走過 如果沒有看過影片的 記得去找一下喔 我這邊坐了快一個小時 感受一下 百年前的先賢啊 太魯閣族 還有日本人 住在這邊的感覺 這裡就是廁所阿 廁所喔 山景非常非常適合的漂亮阿 一邊上廁所一邊在廁所 看山欄,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啊 這個廁所應該是人工環保廁所喔 剛好在巴達岡溪的旁邊 山腳椎山被雲擋住了 等一下會開始下霧雨 現在時間兩點半 我在巴達岡 這個石頭 沙子 都是工人一袋一袋背上來的 在我身後就是以後巴達岡的廁所 重點是後面的景色非常非常五星級啊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日本人會在這邊 住了啊 因為這個景色無敵啊 上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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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格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的古道在这边 旧的古道在这边 旧的古道绕过去 从这边绕过去 从这边绕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的视频 旧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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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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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旧的视频 旧的视频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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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